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基隆市议会共同造访台北市政府取经 蒋安表示 继北北桃已经是一日生活圈 每日通勤通学的交通流动人口达135万人 因此对于能减轻首都圈民众通勤负担 并协助落实低碳城市的1200元交通月票 蒋安透露中央4月将公布具体作业要点 预计最快7月上路 对于基隆市民来讲 能够减轻大家通勤的负担 以及对台北市来讲 发展低碳永续的城市目标 一直是我们很努力的方向 所以中央也有正面的回应 所以目前我了解最快7月份可以正式上路 我们也很希望能够透过交通月票的方式 对于基北北淘所有的市民来讲 不管是交通通勤费用的负担减轻 低碳永续的目标 交通成本等等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非常乐见的 谢国良哲表示 主要来考察台北市猫缆及U-bike等共享运具 需要让基隆市民也能享受 共享运具所带来的便利 因为这个猫缆是台北市一个重要的建设 但在建设的过程中 我想也台北市政府有很多相关的经验 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基隆未来 很重要的一个决策 要去考量的一个依据 另外就是台北市也有 这个非常成功的共享运具的一个经验 最近万安市长又把U-bike 提升到前30分钟不用钱 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政 那我们也来考察一下 希望基隆未来也可以有自己的共享运具 成为基隆市议会首位造访台北市政府的议长 同志伟希望透过参访台北转运站 为即将启用的基隆成绩转运站提供良好的经验 也期盼借由考察猫缆 鼓励基隆市政府继续执行及评估缆车计划 基隆跟台北的交流跟互动其实一直都非常频繁 那我们今天有这个荣幸可以跟基隆市议会共同来参访 因为我们现在来很重要的一个建设是成绩转运站 我想参考台北的经验模式 因为台北转运站其实也有五个车道 是基隆跟台北通行的一个固定的车道 所以我们来参考参访 对我们基隆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养分 那我们用了学习的心情跟监督的态度 带回去来跟基隆市政府做沟通 我想是一个非常好的过程 那尤其是我们这个缆车的计划 我们也希望市政府可以继续来执行跟评估 另外对于近期外界关注的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人选 媒体关切两人到底挺谁 蒋万安与谢国良不约儿童表示 支持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 我支持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 我们都是国民党的县市长 最后国民党做出来的决议 我们都会共同来遵守 至于党内立委初选部分 蒋万安与谢国良也做出回应 谢国良强调身为县市长 在当地则无旁贷 能帮忙就帮忙 蒋万安则期盼 初选阶段过程要公平公正 初选之后则要团结一致 赢得胜选 我们做县市长的理应也会尽我们的力量 让这个过程能够更平和更顺利 虽然说协调党务是党部的事情 但是我认为县市长在当地也是则无旁贷 能帮忙的还是要尽量帮忙 希望能够把支持者的心声 基层的想法都能够让所有有益 来为民众服务在公共事务的人 来充分了解 最重要我想进入初选阶段 我们希望整个过程 要能够公平稳定 最后我们提出最好的候选人 来集结争取民众的认同 共同目标就是要赢得胜选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导 宝岛歌姚大师叶俊玲是安乐国小毕业的校友 安乐国小百年校庆系列活动 特别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举办叶俊玲怀旧音乐会 向大师致敬 吸引了各地的粉丝前来聆听这场音乐会 宝岛歌姚大师叶俊玲 创作许多筷智人口的歌曲 由国内知名声乐家来演唱全世 让台下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叶俊玲是安乐国小杰出校友 安乐国小创校100年系列活动 特别举办了这场叶俊玲怀旧音乐会 吸引各地粉丝来到现场 包括叶俊玲大师的儿女等多位家族成员 以及知名音乐人林锤莉 都专程来聆听欣赏 安乐国小100年校庆 那叶俊玲是我们的杰出校友 我们非常恒喜这样的一个良善的机缘 这样的机缘我们跟叶大师致敬 那除了在学校有办了一场 文物特展之外呢 今天的一个叶俊玲怀旧音乐会 我们让很多很多的好朋友进来 我们也希望透过歌声一起再来怀念 柯柯港本年老校的点点滴滴 我们爸爸是设国秀就很厉害 很有这个文化也不是呢 他可能有关注人的血痛 你看他的眼睛 我的眼睛也是他传的 就是眼睛更大了 他可能有那个知音 关注人的知音 他很爱音乐 他希望自己幸福设很多词 那叶俊玲老师不仅是我们安乐国小的一个杰出校友 更是我们宝岛歌谣的一个大师 也是我们基友的骄傲 那更是我们台湾音乐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胃宝 今天我也是狄狼狼 我们叶俊玲老师也是狄狼狼 他真的是我的前辈 也是很好的一个导师 我刚才买的 我刚才买的说 所以我今天喜欢着曹盛的心情 粉丝的心情 来参加我们叶俊玲老师的作品 而且有非常多的基友人 他们身在外地 但是一直到有叶俊玲老师的这一个歌唱会 特别搭车回来基友来聆听 我想我们称呼叶老师为基友之光 绝对不为过 老师老师他会做剋 会唱歌 我们爸爸会唱歌 所以两个人就是从那开始合作 譬如说古静咪咪 古路往往是我们爸爸用日本剋的 美空云雀的歌 改造我们台语 那条就很适合 一网子 时间的 我都往往往 alguns 留心 Karl 就是一個高路 或是他們家的經驗 在中南部 一路走過來台北 吃頭路、做路工、探紙 是家裡的衣帝 然後讓他們去託竊 台門所的所長何毅林 他說他教竊的是 每次放這條歌 他都要留學歷 因為為什麼呢 他的姐姐妹妹就是這樣 來外地做路工、探紙 讓他去託竊 他說他今天有辦法託竊 都是他的姐姐妹妹 所以很貼切台灣的土地和社會 安樂國小用心規劃 迎接百年校慶活動 讓大家看到基隆之光葉俊玲校友 對本土音樂傑出的貢獻 也歡迎所有關心安樂國小的好朋友 在5月27號的百年校慶 回來學校走走看看 記者黃日生、陳淑萍、基隆報導 金融市體育會運動愛台灣2.0計畫 樓梨球觀摩賽 在金融市立體育館2樓舉行 金融地區有許多愛好樓梨球的隊伍 還有大哥們 還有大哥們 大家一起都在禮拜天一個天氣很好的早晨 共同來運動 那我們這個樓梨球委員會 包括張秉均議員在內 大家都非常熱烈的參與 然後包括我們的這個主委們 大家也都一直長期以來推動這個活動 我們金融的樓梨球人口其實也非常多 所以大家今天能夠在這個禮拜天的上午 通通都出來運動 讓我們這個感到很感動 另外就是在我們很缺蛋的時刻 我們張秉均議員 他這個非常慷慨的而且熱心的提供 我們這個運動的朋友幾百顆的這個蛋 這個我覺得也是非常的有愛心 我們在這邊表示誠摯的感謝 那其實秉均本身就是樓梨球的議員 那之前其實前兩年我都會在下面 跟著我這些學長姐一起在台下表演我們的曲目 那其實樓梨球是一個相當好的運動 其實他比較緩和 而且比較不會傷害到自己 就是造成自己受傷 所以也是鼓勵大家如果有空的話 可以來一起參加樓梨球的運動 然後保持自己的身體健康 樓梨球是兩歲到九十二歲都可以玩的運動 從幼兒的教育發展肢體發展到長照父親都可以來參與 所以非常適合我們基隆這樣多餘的環境 而且一般都只要用小小的活動中心 就可以來訓練跟發展 然後招募培訓我們這麼多的這個隊員 因為上到我們市長辦了市長 還有樓梨球的比賽 還有一個8月5號全國樓梨球的展演 這個樓梨球觀摩賽現場來了許多貴賓 大家通力合作 輔會跟社區民間團體一起把這個健康有趣的活動 推廣到基隆各個角落 讓我們基隆越來越健康快樂 新一區 新一區 參加健走的民眾相當受到歡迎 而為了提前準備好白煮蛋 其中有500顆來自於 新一區人獸里長張富凱 和知名的大俠牛肉麵李老闆的幫忙 才能順利完成 新一區的健走活動 已經每一年都會持續的舉辦 那其實我們通常都會一起去參加 參加健走 那秉均其實這一次就特別準備了1000顆的水煮蛋 也希望幫我們所有參與健走的民眾 在他們在健走的過程中 還可以吃到這個好吃營養的水煮蛋 來去補充體力 藉此讓他們在這個健走的活動 有的吃有的拿 又可以保持身體健康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想法 因為本身跟張議員算是舊事 那張議員也蠻照顧我們里內的 所以說當他在發飯雞蛋 或者是發飯高麗菜的時候 都有蠻照顧到我們里內 所以他昨天一過來說 要幫忙找水煮蛋 我馬上就請那個大俠這邊 右面這邊來幫忙 在煮蛋過程中 難免有些雞蛋膨脹破裂蛋白流出 老闆表示 這些蛋在滷成滷蛋同樣好吃不浪費 就再把它拿去做成滷蛋就好 一點都不會浪費 對能幫忙就很好的 對 跟富凱是高中同學 人壽里長張富凱和大俠牛肉麵店 李老闆兩人同是二姓高中同學 感情相當好 一位當里長 一位在里內開分店 兩人對於張秉均議員的 為人和行事風格都很欣賞 一拍即合互相幫忙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逐漸解封 市政府也恢復了社區和家歡健康篩檢的活動 市長謝國良和市議員張耿輝 周日親自到七毒火車站 關心第一場健康篩檢辦理的情況 七毒火車站裡面集滿排隊等待健康篩檢的民眾 可見民眾對於了解自己健康檢查的重視 這麼多這邊區民來參加健康檢查 也非常感謝市長市議員的努力 讓我們有這麼好的活動 希望這個活動能夠辦下去 感謝基隆市政府辦理健康檢查 讓我們能知道身體是否有提出意外的狀況 也感謝張耿輝議員幫我們爭取這個這項服務 更感謝我們七毒區衛生所熱心的服務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逐漸解封 基隆市政府也恢復社區和家歡健康篩檢活動 小愛爸爸基隆市長謝國良和基隆市議員張耿輝非常重視 也在七毒區公所區長馮紀安 和七毒區衛生所護理長曾明珠 以及消防局第二大隊大隊長向永才等人陪同下 周日親自到七毒火車站關心 七毒區第一場健康篩檢辦理的情況 這場健康篩檢活動也吸引非常多的民眾踴躍參加 今天很高興來到我們仁祥醫院跟市政府合作的 合家歡健檢 看到很多市民朋友為了我們的身體健康 來做一些身體檢測 祝大家在這個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身體健康是我們市民朋友最重要的資產 我們會一起來努力受祝大家的健康 也擔心我們張國會議員跟我們的社會旁邊 大家一起來努力來完成這件事情 謝謝大家 此次我們的合家歡三點這個工作 然後我也感謝我們議會的我們的同仁還有市政府 全力的支持 尤其我們小愛爸爸先把他上任以後 特別的重視我們這個市民的健康 因為健康就是我們的財富 所以說我也肯定我們縣市場上任以後 特別的重視我們市民的健康 尤其我更要感謝我們這次承包 承包到了我們國家篩檢工作的 我們仁祥醫院的所有團隊 我們也祈求我們市民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體 因為有健康的身體才是最重要的 張耿輝議員指出 今年社區合家歡健康篩檢活動 進到社區篩檢的項目由仁祥診所負責 張耿輝也特地準備多箱礦泉水在現場 發放給參加篩檢的民眾 鼓勵大家多喝水也適時補充水分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各位鄉親大家好 我是鄭文婷 鄭文婷有一個會讓我願意站上台 而且用力的推薦她的原因是因為 她有正義感 基隆要持續進步 需要懂得向中央爭取預算的好立委 立法委員電話民調請唯一支持 最專業的鄭文婷 基隆慈雲寺整年度的重要慶典 包括了元宵節藝文活動 文昌君聖誕 觀世音菩薩聖誕 慾佛節 及祭孔大典等 無不吸引眾多信眾前來 慈雲寺對於重要慶典 祭祀活動及社會服務 總是不疑慮的認真規劃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 歷史悠久 信眾眾多 香火鼎盛的慈雲寺 阿蕙阿 頭前是怎樣 阿就仁愛喬4月10號開始要改建了阿 蛤 為什麼 阿因為仁愛喬超過40年了阿 要改建才安全啦 喔 阿妳是說要花久啦 從4月10號開始10個月 大概到明年第一季啦 好啦好啦 我趕快去跟鄰居說 仁愛喬4月10號要開始改建了 這樣比較安全啦 各位視頻朋友 大家好 我是張敏君 我已完成登記 民主金普黨 立法委員黨內初選 身為市議員 我深深了解 基隆市即將面臨的現況和挑戰 基隆市要持續進步 立法委員電話民調 請唯一支持 同認真的張敏君 慈雲寺的財神店 奉有五路財神 三清道祖與福德政神等 求財不運的相客相當多 每到財神爺聖誕 總是吸引大批信眾 來到慈雲寺 直角求發財規 以祈求能夠裁員廣盡 慈雲寺也提供了財神燈 供信眾任養 到了慈雲寺 最新發展 也歡迎民眾 表達意見 讓市民可以快速掌握 基隆賣動 歡迎鎖地美洲山 晚上9點 基隆第四頻道 關心市政 做回來 歡迎回到中家新聞現場 被稱為七名草的壽草 在基隆港區旁的 空中花園盛開 原本3月底 港務局要進行除草作業 但因為壽草屬於 兵圍植物而喊停 港務局指出等花期結束後 再做整理 民眾可以把握機會來觀賞 花園中出現茂盛的壽草花 粉紅色的顏色 在一片綠色當中 襯托出花園的美景 原來基隆港務分公司 在3月進行除草作業 有民眾到空中花園賞花 意外發現壽草生開 原本的除草作業也緊急喊咖 你看每一個都是一千一千這樣牽起來 清明草 清明啊 他說清明才會這樣子 觀光的一個賣點事宜 這種草野外也不多見 意外出現的壽草 又叫做清明草 顧名思義是清明節後 盛開的花朵生長方式 可以繞著筋盤旋上升 左右旋都有 也可以是草各方面盛開 他有特別留意到說 我們這片草皮上面有 還蠻難得的蘭花草 那只是說我們這個蘭花草 其實在沒有開花的時候 其實它跟一般的草的樣子 其實還蠻接近的 所以會很容易忽略了它的存在這樣子 但是剛好最近是蘭花草的開花季節 然後也剛好這位熱心的民眾 其實他在上禮拜已經有聯絡到我們了 對 所以我們也有特別跟他 請他來跟我們講一下 這個蘭花草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所以也因為這樣子我們才留意到說 原來我們這一片 還蠻多蘭花草的 還蠻難得的 其實上禮拜 我們就有來看看蘭花草 還好在民眾還蠻熱心的建置下 所以我們暫緩了所有的除草作業 所以現在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往後看到蘭花草還蠻多的 對其實剛好這段時間是清明節 然後剛好其實好像很難多熱心民眾都有留意到 就是說好像台灣各地的蘭花草 這種東西好像都是屬於保育類的 不是那麼容易發現 那我們這邊卻這麼難得有這麼大片 我覺得可以趁這個機會來跟大家宣討一下 我們這邊有這個蘭花草 壽草在國內最出名的觀賞地點 是在台中的高美濕地 基隆地區除了永恒文化園區 在五年前被發現出現了清明草蹤跡之外 如今又在基隆港屋分公司空中花園獻中 讓遊客又多了一處欣賞的好去處 記者黃少鳴基隆報導 再帶你來看 基隆市政府縱發出 結合了新住民朋友舉辦了一場 手工皂DIY的活動 特別邀請市長謝國良 一起來做手工皂 完成的手工皂也將作為母親節的禮物 送給來拜訪市長的賓客 要讓它完全的明解 對 畫面上是基隆市多元文化發展協會 的新住民朋友和市長謝國良 跟縱發處長林立禪 一起製作小愛爸爸手工皂 市長謝國良第一次體驗切皂 並為手工皂蓋上海洋之心 與亞洲最友愛的城市等圖案 由於用冷製法做的手工皂 要亮晒一個月 因此市府特別和新住民朋友 提前一個月來製作 而完成的手工皂 將作為市長送給來訪賓客的母親節禮物 很開心來到我們產寶寶 也就是縱發處的林立禪處長 今天舉辦的手工皂活動 這個手工皂做好了 看起來很棒吧 但是要等一個月以後 才能正式的帶回家庭使用 那我們今天做的是為了我們 下個月的母親節 來做好這些手工皂 來送給我們各位好朋友 那今天也是小愛爸爸第一次 學做手工皂 我以前就只知道怎麼用 好 那這個我要等一個月 然後就可以帶回家來一起用 首先就是大家現在都倡導是環保 所以尤其又是在地 我們自己做出來的作品 那這些都是姐妹們的用心跟愛心 所以未來我覺得我們可以 固定的做這些手工皂 然後送給我們的親朋好友 然後讓大家在洗澡的時候 都也能夠感受到 我們的同仁對大家的關心 我們整個手工皂會運用了 我們的相關東南亞的材料 包括我們有棕櫚油 還有我們有我們的那個就是薑黃 那因為我們知道 東南亞的薑黃是很重要 尤其是柬埔寨在做葉子的時候 一整個月全身都要塗上薑黃 來保護我們的皮膚 所以我們今天的那個香料跟材料 都會用上很多東南亞的一些元素 今天藉由這個母親節的活動 把大家各位姐妹聚集在一起 能夠促進大家之間的一些聯誼活動 為市長製造那個手工皂 傳達大家的友愛 那也希望說在這個溫馨的午夜 那姐妹跟家人聚會的時候 也要記得就是勤洗手 那我們也在五月份的時候 如果有訪客來訪市長的時候 我們會送出我們的手工皂 小愛爸爸的手工皂的禮盒 那當然送完為止 那今天我們會製作兩百份 那也希望說把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愛可以繼續傳達出去 市長謝國良說 希望透過手工皂 來傳遞母親節溫暖的祝福 縱發處也表示 透過活動會完成四百個手工皂 將包裝成兩百個精美的禮盒 在溫馨五月 限量送給前來市府參訪的賓客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基隆有一位陳姓保育人士 在八斗子一間廟宇牌樓下 發現了一堆大小不一的蛋 顏色有黑有白 由於當地常有夜陰出沒 因此被懷疑是牛類的蛋 民眾就試著拿著小刀 將蛋切開 結果發現是橢圓形的巧克力 地面上出現一顆顆橢圓形的物體 有乳白色 咖啡色 大小不一樣 路過的民眾一輪紛紛 有人詢問這到底是什麼蛋 有人說這裡經常有夜陰出沒 會不會是鳥蛋 但也有人懷疑這是蛇蛋 發現這些橢圓形物體的地方 就在基隆八斗子一間廟宇牌樓下方 民眾發現之後怕有人搗蛋 趕緊趕緊將這批疑似的蛋移到角落 但仔細地看這些土圓形的物體 外殼非常光滑 不像鳥蛋 而且有粗糙痕跡 實際拿到手上竟然還黏黏的 最後為求慎重起見 附近的民眾拿出小刀 結果出爐 有核桃嗎 杏仁巧克力 原來這些只是巧克力 謎底揭開之後 也讓在場民眾哄堂大笑 記者黃少鳴 今天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我們在一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麦东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欢迎市政送回来